你不要把懷疑抱得那麼緊 溫和柔美的歌聲 歌手萬芳演唱經典歌曲 自己照顧自己 傳遞溫暖力量 出到30周年 萬芳感性分享 一路走來的心境變化 在這30年來 我自己有一些改變 然後所以到了這個時候 我好像可以比較把自己 稍稍長開來一些些 跟大家做朋友吧 然後所以就開始有直播 然後我確實其實 在我自己的個性裡頭 有一個喜歡分享的那個部分 今年出到30周年 即將二度踏上小巨蛋 萬芳也珍惜 每一次上台表演的機會 我覺得非常的珍惜跟感謝 就是我沒有想到自己 在其實算是 對我來說 已經算是滿快的時間 就再一次的 到小巨蛋跟大家相聚 那我想表示 如果老天有這樣子安排 表示我們還可以為大家做點什麼事情 所以我這次希望能夠 帶著祝福的心來做這次的演出 演唱會即將在本周六開賣 不過卻碰上武漢肺炎疫情 是否擔心票房受到影響 萬芳也表示 一切看緣分 我想擔心實在是沒有用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緣分 所以交由老天爺來安排 我覺得我們大家就是 小心自己 然後常常洗手 然後心情要放 再稍微寬心一點 不要那麼多的恐懼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宣布再開演唱會外 萬芳也鬆口 即將在五月發行新專輯 將親自參與作詞 期待與粉絲分享 新唐人太電視 林秋霞 月圓入 台灣台北報導